西班牙三大節慶之一的奔牛節7號盛大登場 數百名男子穿白衣系上紅領巾 跟公牛一起在800公尺長的巷弄中奔駛 場面相當刺激 但也傳出有6個人受傷送衣 槍聲響起 公牛氣勢洶洶衝出柵欄 身穿白衣戴著紅領巾的男子紛紛手刀衝刺 一路跑給牛追 有人被公牛惡狠狠撞上 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嚇得民眾不斷尖叫 有人眼看苗頭不對 爬上欄杆才躲過一劫 西班牙三大節慶之一的奔牛節 7號在潘普洛納盛大登場 每年這個時候都有數百名成年男子 跟公牛一起狂奔800公尺 解鎖人生新成就 不過也有多人慘遭狂牛撞傷送衣 青點圍期八天 重頭戲還有市府廣場的煙火秀 樂隊表演 撒酒慶祝等活動應有盡有 不過不是所有人都盡信而歸 動保團體藉著這個機會走上街頭 呼籲停止虐待動物 也有婦女團體穿上經典白紅色裝扮 對性別暴力表達不滿 希望藉著奔牛節的知名度 讓更多人聽見自己的訴求 邱凱文編譯